字幕志愿者 神要审判他们 既然是审判 那就代表他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神要劝戒他们 以感谢为祭献给神 神不是因为祭物责备他们 也许这些人呢 都献了该献的祭物 但是神说 树林的摆寿 千山的牲畜都是他的 神哪需要人的祭物呢 那么神要责备的是什么 神责备的是 献祭的人的内心 虽然表面上都做得很好 可是实际上 却没有真诚的心灵敬拜 因此圣民实际上 根本不是敬前的子民 我们再来看恶人 恶人是哪一种人呢 圣经提到 他们传说神的律例 口中提神的约 实际上却把神的话 丢在背后 也就是说 这些人是认识神的基督徒 口中常常挂着 树林的教导 却没有活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常常不小心 落入自以为是 艺人的景况 当我们继续读 恶人的行为 会发现我们与恶的距离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缘 窃取神的荣耀 时间 金钱 就是与盗贼同伙 对神不忠心 就是与行监营的人有份 口舌犯罪 更不用多说 我们有时候并非故意 但是却常常在话语上 得罪弟兄姐妹 从二十三节 可以看到 神对恶人的劝戒 跟圣民是一样的 神要所有人 以感谢为继献给他 要注重心灵的敬拜 离弃外在虚假的金钱 诗篇五十篇读起来 是不是很像先知书呢 有人觉得先知书里的神很严格 如果大家有教育过孩子 就会知道 适当的教育是在一开始 就把原则讲清楚 让孩子有规矩可循 不会无所适从 神也是如此教导我们 不厌其反地重复他的标准 指出我们的错误 免得我们有一天 落入重重的处罚 所以从呼吁悔改的信息当中 我们反而可以看见 神对人丰富的爱 还有无限的等待 当神指出我们内心的问题时 我们要很感谢神 因为神所爱的 他必管教 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 靠自己离开罪恶 因此他付出极重的代价 帮助我们离开罪恶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 拯救出来 新的一年 期许我们能够很敏锐地看见 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 持续把心交给他 完全让他来管理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你的话语一打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有智慧 帮助我们能够心存尽钱 把你的话 反复地存在我们心里面思想 使我们愿意被你雕琢 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 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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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